大聯盟稻齊隊和教室隊 昨天晚上在南韓的高齒巨蛋 進行海外賽第二站 原本這焦點都是放在大谷小平身上 但是因為他的翻譯水源一瓶 被爆出涉及非法賭博而變調 南韓首爾高齒巨蛋的售票 停門口排起長長人籠 場面熱鬧非凡 他們都是等不及 想一睹美國職棒大聯盟海外賽 直擊現場 不只有韓國媒體高規格轉播 美國球迷也跨海追隨 現場也有好多是日本球迷 引頸期盼都是為了想看大谷小平 不只有人高舉大谷小平 跟妻子的堅飲海報 也有日本網紅模仿大谷小平 就連臺灣大衛王網紅千千 也來共襄勝舉 但就在比賽日 爆出了翻譯水源一瓶的爭議 球迷也擔心會影響大谷的心情 身上之前球衣就是大谷小平 在日職火腿隊時期的球衣 而她和她的翻譯水源一瓶 兩人也是從火腿隊時期 就已經相識了 兩人的緣分 可說是已經有十年以上之久 大谷小平現在捲入了千堵風波 也讓這場在首爾的海外開幕賽 焦點整個被轉移了 不過相信所有的球迷也會持續為大谷小平 來加油 好 以上就是記者張晨諺 在韓國首爾的採訪報導